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0月9日 拜仁欲娶多蒙特 周日凌晨 得角第九轮将迎来一场焦点战 届时有拜仁客场挑战多蒙特 大黄蜂近期联赛表现起伏不定 过去三轮联赛仅录得一胜二负的劣迹 而拜仁在经历一波长达四轮得甲不胜的遭遇后 如今也是终于找回了赢球感觉 双线作战 军传来捷报 两场大胜似乎在对外宣告难待望将强势反弹 此外 双方最近六次交手 拜仁无一例外都笑到了最后 且期间单场至少能够攻入三球 鉴于两队近期对阵网继处于一边倒的趋势 此番里应看好球员心理占优的拜仁凯旋而归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近年来多蒙特一直是得甲夺冠的有力竞争者 只可惜拜仁的联赛霸主地位难以撼动 以至于大黄蜂始终无法燃止冠军奖杯 好像冥冥之中与冠军无缘一般 就在南大王本赛季表现难言理想的情况下 多蒙特依然没能抓住机会 上轮联赛大黄封2比3不迪科隆 错失登顶联赛榜首的机会 无法利用对手状态低迷时建立领先优势 仅获得11个入球 新元赫拿因病长期缺阵 小将由肃法莫高高虽然具有潜力 但经验不足的他如今仍难堪大任 而队长马高雷斯现今又有伤在身 虽然轻伤不下火线 但如此局面无疑令多蒙特的进攻端实力在受削弱 此外 后进不足 也是大黄蜂目前的短板之一 球队常常在比赛末段崩盘 无论是上轮联赛对阵科隆 亦或是此前欧关联对阵曼城 多蒙特都在几队先开记录的情况下 被对手逆转痛失好局 抗压能力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 状态起伏不定且伤兵满赢的多蒙特 是一主场轮陷在即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马迪奥莫利和中场马莫特达侯特 等人因伤休战 另一边乡 与上述多蒙特一样 拜仁金记也送走了前头号射手 罗巴里云杜夫斯基 不过与此同时球队也迎来了 赛内加尔前锋 沙迪奥文尼 他们就是期待整体表现能达到预期 不过利好的是沙迪奥文尼 最近有明显回暖迹象 辞职已经连续二场各项赛事取得入球 他的发挥也将左右本场对决的走势 拜仁本赛季开局不利 连赛至今只取得四胜三和一赴的战绩 确实不太符合他们得甲实连贯的身份 但利好的是相对位如理想的表现 并没有让球队落后太多 暂击15分的拜仁 与领投阳也只有二分之差 8月下旬至9月初拜仁争胜能力有所下滑 不过这并不代表球队实力有所削弱 攻防数据仍然是联赛顶级 在沙迪奥文尼 查姆梅斯亚拿以及利莱辛尼等人的带领下 他们帮助拜仁均常取得2.88个入球数 进攻数据为得甲之最 此外 军场失求数为0.75个 该项数据则是并列第一 不难看出南大王依旧是一只能攻善手的队伍 重返积分榜投名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虽然此番对手多蒙克实力不俗 但南大王并不会过分担忧 皆因双方过往曾交手106次 拜仁力于不拜之地的概率超过7成 期间更是胜计居多 而两队最近10次交锋里 南大王的胜率更是高达9成 网季占优达拜仁此行理应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后卫宝拿沙亚与卢卡斯 资讯安迪斯等人因伤情或病情而缺症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